I am seeing somebody 这叫做我在看你吗 我在看某人吗 不对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英文基督 如果我真的要说我在看着你 I'm looking at you I got my eye on you 大概都可以 可是你不能说I'm seeing you I'm seeing somebody 意思是什么 等一下再说 来我们先一个看下去 先看第一个故事 Uncle thinks he's a bit of a genius but simply copies other people's sayings, opinions, and quotes Every now and then I slip in some Hitler quotations to him Claiming they're from JFK Churchill, Napoleon, etc He never fact checks Currently, 73 Hitler quotes On his Twitter 我看了是笑了 所以他有个Uncle认为 他自己是一个天才 Uncle thinks he's a bit of a genius 可是他Uncle只会 食人雅惠 就偷一些别人说过的话 明言警句这些的 或者别人的意见这些的 So but simply copies Other people's sayings 所以这个saying就是 Yeah,说的话 所以说 古艳有云 古人有说过什么什么怎样 Right So there's an old saying that goes 我们英文这样子讲 So there's a saying that goes 就是俗语这么说 这样子 所以这个saying Other people's saying OK Opinion是意见 Quote也是一样 就人家的那种 Quote要怎么翻译 反正就你要讲的话 就是了 那我呢 然后这个原破 就时不时的 塞给他一些 希特勒讲过的话 那其实也不能说 希特勒讲过话 就是没道理 只是我们不得不理解 反正他就是一个 很可怕的历史上的筷子手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虽然说 不要一人废言 可是你如果今天 时不时拿希特勒 讲过的话来去说的话 好像是不是也怪怪的 不过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里面 似乎很难说有对错 像我们现在有时候 还会讲一些 毛泽东讲过的话 因为也觉得很有趣 黑猫白猫 会抓老鼠就是好猫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句 超棒的 或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话 但是希特勒在西方人的概念里面 真的是一个十二不十二大坏人 所以极少人会觉得 他是OK的人 这样 最近好像康耶威斯 觉得他不错 好anyway 所以every now and then 这个字就是三不五十 这个片语要记起来 那slip in是什么东西 就是塞进一个东西进去 这样子 所以他就塞给他一些 Hitler说这样的话 这样子 好 那Hitler的quotation 这样claiming 但是他没有跟他说 是希特勒的 因为他的uncle 一定绝对不舒服 那他说的是 他这些话是谁说的 JFK 谁是JFK 甘乃迪总统 John F. Kennedy 那Churchill就是 英国曾经二战的首相 就是邱吉尔 那Napoleon就拿破仑 所以这些人就OK了 那他的uncle 从来就不会去确认一下 那确认是不是 这些人讲的 确认一下 是不是希特勒讲的 那这个确认 我们常常讲 确认这个字叫verify right 这个字没有错 verify 但是有这么一个 他还把它当成动词来用 是OK的 叫做fact check OK fact check 所以他的意思 也就像字面上来说的一样 确认一下 check一下 这是不是事实 这样子 那他的uncle不会这么做 He never fact checks 那目前就看到他的uncle 在他的推特上 总共出现了 已经有73次的 希特勒讲过的名言警句 所以完全就中了 这一个nephew的肇事了 所以这第一个故事 还OK 来第二个 I kept dating a girl just to use her tv sub at first I enjoyed dating her but then it got a bit stale but we were in the middle of watching a show together Ted Lasso that is only available on apple tv which I don't have so I kept seeing her to see the end of the series 结束 OK 所以他呢 一直去跟一个女孩 交往 所以这个dating就交往OK 可是我觉得 我们台湾人常用错 我们说 我现在是没有在dating 或者我现在正在跟他dating 这个或许听起来好一点点 其实我要讲的重点 就是这个 date这个词 其实本身就是 当成动词来用 我如果今天要说 我跟这个女生曾经交往过 我就会说 I used to We used to date I dated her 当动词来用 我跟她交往了两年 I dated her for two years 这是很OK的 OK 那如果说 今天我跟她现在出去约一次会 没有交往 就约一次会 我们就会说 We went on a date We went on a date 所以这个时候 它必须当成名词来使用 你不能把它当动词 OK 你不能说 I dated her for one day 那叫做约会一次 不对 这样就是交往了一天 OK 听起来很奇怪 交往一天 but still possible 所以她一直跟一个女孩约会 交往 对不起 你看我都讲错了 So I kept dating a girl 一直跟她交往 Just to use her TV sub 就只是要用她电视的sub 这sub什么意思啊 subscription 就是订阅服务 这大家懂 那一开始 她一开始是享受跟她交往的 So at first I enjoyed dating her 这个at first我也常常讲 我必须要强调 这个一开始怎么样 你如果用at first的话 它一定后面有转折 所以at first是一个 有预告的 有implication 有implied的意思的一个片语 OK 就一开始怎样 但是后来一定会转 这样 那有没有可能 我用一个expression 叫做一开始怎样 后来也没转 有可能 in the beginning 例如说上帝在一开始的时候 创造了天地万物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什么东西 那你就 它里面就没有 意涵着 后来上帝把一切都毁了 那你如果说 at first God created everything 你就知道 oh shit what happened next what happened later 你会知道 有些什么事发生的 所以at first跟in the beginning 真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里你就知道 等一下要出现转折了 at first I enjoyed dating her sure but then it got a bit stale 但是后来呢 慢慢的 就有点点stale 所以这stale是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例如说咖啡 一个咖啡放在那边 放了头一个小时 可能它也没问题 但放了三个小时之后 它就有点走位了 所以这个stale 就是有点这个概念 久了 走位了 无聊了 之类的 像我们讲过 像象棋的时候 我们讲说 卡关死棋 没有谁输 没有谁赢谁输 本来应该赢的人没有赢 因为走错一步 就变成了stale made 这stale made就是一个 走不下去的情境 这样子 好 anyway but we were in the middle of watching a show together 叫做Ted Lasso 所以 但是啊 他说 反正刚前面说了嘛 这约会 交往变得有点无聊 可是他们却一起在看着一个秀 in the middle of watching a show together that is only on Apple TV 所以这个秀只有在Apple TV上有 而我没有Apple TV 所以这里 他有文法上一个小处 应该要有个斗点 available on Apple TV which I don't have ok 要有个斗点 所以他就干嘛呢 他就一直跟她交往 就希望能够 至少要等到去看完为止 so I kept seeing her 所以你看这 seeing her什么意思 交往 ok 我如果今天看到 你是个可爱女孩 我有点想 跟你发展点什么 然后就 下午要不要出来吃个饭 然后你可能就说 I like to but I'm seeing somebody 你可能用这种方式来打枪我 就是对不起 我有交往对象 所以跟你单独吃饭 可能不是一个太妥当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叫做 Seeing somebody 所以这里的See somebody 用的是正确 可以好 Alright 来 下一个 这个人说 好 最后一个故事 I've had diarrhea for three years I never saw a doctor 先把他念完 My dog had diarrhea for seven days And I took him to the vet He has a weed allergy I decided to see a doctor And I also have a weed allergy We both put normally now 我觉得这故事很可爱 没什么好学的东西在里面 其实 但是我还是想讲 所以就把他讲了 所以就把他讲了 他说的 其实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故事 看出外国人在讲故事的时候的一种tempo 跟什么样的资讯 他觉得丢出来就足够了 他没有任何这种额外的太多的描述 他就只是把一个故事拉了十次讲完 可是就是好笑 所以他拉肚子已经拉了三年 从来没有看过医生 I have had diarrhea for three years And never saw a doctor 第一句 My dog had diarrhea for seven days And I took him to the vet 我的狗呢 拉肚子拉了七天 我就带他去看收益 这个vet就是veterinarian 就是收益 下一句 据点了 下一句 He has a weed allergy 就据点了 所以看完医生之后 医生跟你说 你的狗对于肤脂过敏 我猜他讲的 要讲的是肤脂过敏 只是他没有用到那一个字 他用的是weed weed这个字就麦子 麦 那跟肤脂过敏 其实应该是同一件事情 我肤脂过敏也讲一下 叫glutenology OK glutenology 那我也有 因为我只要面吃多了 就拉肚子 然后我两三天不吃面 只吃饭就没事 这样子 那glutenology 对我来说 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是会脑雾 也打一下下 这叫做brain fog OK brain fog 好 回来这里 所以他的狗 有weed allergy 然后呢 你会觉得 那身为主人 看到狗 有weed allergy 拉肚子 是不是你就反映到自己身上 我拉肚子拉了三年 所以我也有 所以他下一句就说了 我节点去看一下医生 I decided to see a doctor And I also have a weed allergy 而我也有 gluten allergy 就是肤脂过敏 那我们两个现在 都正常大便了 We both poo normally now 所以看了医生 把这个问题点找出来 处理掉 现在两个都健康了 两个都健康了 人跟狗都健康了 可是你就觉得 这个故事有很可爱的地方 他自己 拉肚子拉了三年 都不想管 但是狗拉肚子拉个几天 带他去看医生 发现问题 发现狗的问题 好像也是我的问题 我也来去看一下好了 的确就是我的问题 所以他的 拉肚子 其实早就可以处理掉 只是 就是狗出了问题 才把他自己的问题处理掉 我需不需要讲这么复杂 讲这么细节呢 反正我是讲完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故事讲得很好 我觉得 就不管他是tempo上 或者他神字的那个 就非常的concise 那我是很欣赏 这样的写作方式的 好 所以我也就这样了 我们今天讲了三篇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